大家好 我是元吉哥哥庞哲川 今天和大家讲孤阴孤阳的房子好不好 其实在风水上来说 太高的房子和太低的房子 建议大家都不要去买或者去建 这里的太高太低不是指自己住住的房子绝对高度 而是和周围的房子的相对高度来言 从房子风水来看 太高或者太低的房子可能会影响人的运势 今天就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其中的利害关系 想买房子的一定要了解 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孤阳的房子 也就是房子太高容易财善人善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孤立 我们老家比较常见的自建房或者别墅 一个村子里所有的宅子都集中在这里 后面是靠山周围都是房子 这是一条主路 这是通马村里的路 而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平坦的 开阔的农田 可能有的人就喜欢把这个房子建在靠主路的边上 也就是说整个空旷之地的中间 而且建了四层或者五层那么高 这就放了撒气 四面八方都受到风吹雨打 无法聚气 而且周围没有房子 没有靠山 也就代表没有贵人 没有朋友 一个独栋的房子 孤零零的屹立在这里 这种情况会导致住在里面的人 财运失业都是不好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一阳独立 城市中建的比较多 就是一片楼中 可能大家都是十层左右的房子 唯独有一栋楼房 它会比其他房子都要高出很多 可能会有二十层或者三十层 我们可称其为鹤立鸡群 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不好 你特别高特别突出 一阳独立 周一说 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鹤立鸡群的楼房 是既不聚气 也不聚财的 对住宅里面的人 造成方方面面的影响都很大 大致就是这两种情况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一栋楼房 特别突出 冬日阳光 它得到的最多 夏日的凉风 它也得到的最多 怎么会不好 实际上 风水 重在长风居气 高区的房子 不但多风 又难居气 还有啊 什么风水可言呢 这种房子在风水所称制 露风煞 鹤立鸡群 出头了 容易被人嫉妒 容易遭小人 木袖于林 封闭摧枝 独立的楼房 若狂风暴雨 只能独自遮挡 所有的伤害 你一个人承担 也就最受损害 有句老话叫高处不胜寒 所以啊 家里的房子 要杜绝 这些情况的发生 其次啊 就是孤婴的房子 也就是房子啊 太低 这样就容易受人欺压 如果一栋楼房 在众多的楼宇中 它最矮最小 这又好不好呢 阳光被北的建筑遮挡了 好风好雨 被别的建筑啊抢去了 要风没风 要雨没雨 暗无天日 时时有一种啊 被压制的感觉 长期以往啊 入住其中的人 心情啊烦闷 堵塞 抑郁 这样的房子啊 房灵越老 沉寂的晦气越多 风水啊 也就越差 长期的阴暗潮湿 对我们的健康啊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其实孤阴孤阳啊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比如说 这里有一片很大的房子 所有的房子啊 它立的都是一个潮上 但是你偏偏和大家 不一样 比如说别的房子啊 立的是 贵山 丁上 而你的房子啊 却是 人山 丁上 那么你的房子 也是犯了孤阴孤阳的 很不好 所以大家 在建房或者买房的时候啊 这些点 大家都要去考虑进去的啊 好 今天的视频啊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我是庞泽川 我们下去啊 再见